不老女神杨玉莹和原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 赖昌星的侄子赖风的恋情曾经轰动一时 后赖昌星是集聚而走四分岁而出逃 两人的感情也无疾而终 那么两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呢 杨玉莹和赖文风 两人一见钟情 受到赖昌星的影响 杨玉莹已经付出 47岁的她如少女 一样美丽 由于都是公众人物 两人的恋情受赖昌星的影响被迅速摸黑 谣言满天飞 最后两人无疾而终 时隔多年 时过境迁 杨玉莹已经付出 愿不老女神早日收获自己的婚姻幸福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